今年度的新竹市国中技艺教育竞赛 日前在光复中学等五个考场举办 由于武汉肺炎的影响 今年首度采取高规格防疫措施 考生都需要佩戴口罩进行 进入会场前也需要酒精消毒 严格把关 希望让防疫的工作滴水不漏 那我们其实也做了相关的措施 那第一个一定是我们相关的考场的消毒 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孩子在考场 都必须全程的佩戴口罩 那如果有上呼吸道问题的时候 他必须佩戴医药用的口罩 那接着我们在孩子体温量测的部分 我们也把关了 做了三道的把关的程序 第一道就是孩子在学校端的时候 我们就请学校老师 必须先做第一次的量测体温 第二次在进入考场的时候 也必须进行第二次的量测体温 那第三次是我们在中午的时候 我们也会再追踪一次孩子的身体状况 那确保孩子在身体 都非常健康的状态之下 完成这一次的比赛 那也预祝我们的孩子 都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 第二点色彩表现可以单色色块 或健身色块表现 第三点平度不可使用 比较模糊住 以上没有问题 同时就可以开始用试卷做拿 这一次的技艺竞赛 包含了家政设计餐饮 机械等八大职群十三类组 学手必须要通过学科跟数科的测验 表现优异的学生将可以透过 技优征选或者保送入学 进入理想的高中 因此尽管在防疫期间 新族市政府仍然慎重的举办赛事 因为这项成绩对学生来说 事关重大 这个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像我们有很多的职业的达人 他们都必须 他们都是经由这样的一个管道 才开始在我们的世界上的 舞台发光发了的 那另外如果在升学的部分 他们也可以利用肌肉真神等等的保送方式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新族市教育处长黄景能非常重视这项比赛 特别抽空到世界高中的考场试查 了解比赛进行的状况 还有相关的防疫措施 今天看到的是我们中餐的一个技艺竞赛 这个每一组这个同学都非常的用心 在把自己平常所学的一个技巧 来展现出来给评审看 我想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非常好的成绩 在这边我们也感谢世界高中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给我们学生来比赛 不管是美术绘画或者是餐饮管理 对升学没有兴趣的孩子 那就培养他们走上技职教育 学习一份专业的技能 他们的未来也会有着无限的光明 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好 好 好